塘堂路消防救援站 迅速派出一车六人前往增援 8点15分 水位快速上涨 汹涌的洪水 当时直接把我们那个车头盖 就那个发动机那个位置直接淹没了 就顺着水流往后倒嘛 天哪我就第一时间 我偏的方向打那个方向 打完方向然后顺势回正 保持这个车身稳定 横暴半步中的话就很容易 车辆万一发生车翻等 第一时间可以逃生 还是有点后怕 上午8点40分 造成一男子被困 消防人员接警后赶往 两半点五两花 男子被成功救出 随后被送往医院治疗 在荣江县 暴雨导致地势低洼地带的房屋被淹 人员被困 截至19号上午 共转移了30多民众 并协助部分受灾严重的临街店面 受暴雨影响 一处地势较低的民房一楼被洪水淹没 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后发现 水深已接近一米 只能涉水从一楼进入 经过两个小时的救援 消防人员共转移疏散群众近30人 据贵州省七巷台预报 本轮强降雨